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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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荷兰2月频道 现在报告8月3号晚的新闻 首先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消息 看看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军力对比 一份根据来自德国之声的报导 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 因为布洛西访台再次升温 两岸的军力相差究竟有多大 如果不得不做出选择 东南亚的国家更加倾向和北京 还是美国结盟呢 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军力而言 无论是空军和陆军 台湾都远不及北京 不过台湾有着强大的预备役 以便更好地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武力威胁 台湾制定了被称为豪珠战略的防卫措施 包括部署水雷反弹黑导弹 快速反击的突击提醒等等 防止北京从海路发动攻击 如果中国成功地登陆 台湾也在城市和山区做好游击战的准备 中国是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军区开始过 外界普遍估计 从数量上来看 中国海军现役的军舰 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海军 位居全球第一 不过 美国拥有对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主导权 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有空军和海军的基地 虽然中国厄根为止 只有一个位于吉布图的海外军事基地 但它通过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岛以上 建设军事措施来扩大它的影响力 中国的海军优势 主要保持在第一岛链范围里面 尽管近年来 中国的势力已经扩展超出了这个范围 近年来中国试图改善和轮廓的关系 并且通过贸易和基础设施项目等方式 扩大它的影响力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 中国正在寻求建立更多的海外基地 以扩大它的军事影响力 并可能已经考虑 在柬埔寨、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等附近国家建立基地 然而 美国仍然是很多亚洲国家侵来的伙伴 华盛顿依然拥有 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这些关键的盟友 8月3日上午8点50分 贝洛西前往台湾立法宣发表讲话 贝洛西随后前往台湾总统府 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 蔡英文3日早上10点半接见了贝洛西等人 并颁受贝洛西特种大售轻文勋章 随后两人进行了大约50分钟的闭门交答 究竟谈了什么呢? 贝洛西后来主动向媒体表示 在双方的双篇谈话中 他和蔡英文讨论了包括安全、 经济和政府治理等议题 除了继续让台美关系更加强健 经济方面 就谈到双方可能很快会有贸易的协定 他也对台湾在新冠肺炎疫情中 防疫好的表现表示致敬和恩贝 贝洛西指出 支持台湾能够成为美国印太经济架构战略中的一分子 因此 亦想要双方能够透过经济安全的方案 以及贸易的协定 建立不同的合作组合 希望这些都能够很快实现 贝洛西中午在台湾总统府举行记者会 受邀请到现象的媒体包括彭博社、 朝日新闻和中央社 其他的媒体就在总统府的记者室里面看电视的转播 贝洛西的访问团会后在台北宾馆误宴 误宴期间 台湾国安会的秘书长、国防部长、国安局长等出席 下午2点 贝洛西一行前往警美人权文化园区 4点58分 贝洛西一行从人权博物馆离开 前往台北重山机场 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 贝洛西一行离开台湾 前往韩国、日本继续去的亚洲行 结束了引起世界关注的台湾之行 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贝洛西访台 中方是否会对贝洛西制作制裁措施 中国大陆外交部说 说有的都会有 你的措施将坚决有力和有效 而且会持续感受到的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8月3日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很多人在关心中国大陆政府怎样反制贝洛西的访台行政 显示大家都认为 贝洛西的这个行动是极其错误的 应该遭受懲罚 中国的国台办国防部星期二晚上 都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或谈话 予以谴责 而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邬峰 第一时间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柏欣斯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江第一时间向美国白宫国安会 以及国务院都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星期三早上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亦就此发表了一谈话 他说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都由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负责 我们讲到就会做得到 针对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3日上午 颁发到访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布洛西 特种大售轻闻勋章 中国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江回应说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之流 也接受过这一类的勋章 可以想象 这是怎样的一场政治闹剧 德国外长再表态激怒了中国 继8月1日表示德国不接受 大国侵略小邻居之后 德国外长贝尔博克 再次批评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性姿态 他在8月2日纽约的一场演讲中说 2月24日以来的几个月 我们痛苦地了解到 绝绝逼人的言论可能会引发危险的行动 2月24日就是俄罗斯入侵乎加拿大的日期 贝尔博克还说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值得严肃的质疑 并表示对中国经济依赖性 不可能符合我们的利益 贝尔博克星期二在纽约演讲中的表态 显然会再次激怒北京 中国外交报发言人华春莹8月3日说 我们希望德方能够客观和准确认识台湾的问题 不要随美国起舞 在8月3日中国外交报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华春莹再次驳斥德国外长 侵犯约小邻居的说法 他说 德国外长有关的说法是缺乏常识 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实际上一段时间以来 德国的一些个别政客 在涉华问题上亦多此说三道四 中方亦及时给予批勃 我们明确表示反对 华春莹还表示 拿乌克兰的问题和台湾问题类比 是有意的歪曲概念 混淆时停 这是对中国内政严重的干涉 我们不会接受 他并强调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是中国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和根本的前提 我们希望 德方能够客观和准确地认识台湾的问题 不要随着美国起舞 要用实际行动来 确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 在涉台的问题上谨言慎行 另外根据英国《卫报》8月1号的报导 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计划派员在今年11月或12月初访问台湾 这篇报导 缘引未指明的消息来源说 代表团原定在今年春季成行 但因为代表团的一个成员 新冠病毒检测程阳性 导致行政的推后 路透社致平的请求 并没有获得这个委员会的回应 也没办法纳克联系上台湾外交部办公室 报导说 访问是为了表达英国对台湾的支持 中英双边的关系目前恶化 进入竞选英国保守党党会 及下届政府领导人职位的 最后一轮的两名候选人 特拉斯和苏南克 在竞选过程中 都分别强调了对中国的强硬立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消息 美国财政部星期二 8月2号宣布制裁俄斯总统普京的知名女友 这是拜登政府 为了惩罚克里姆林工在乌兰的持续战争 而采取的一系列针对俄斯精英措施的一部分 消息说 卡巴耶娃一直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 有着浪漫的联系 美国财政部的一份声明说 他因为是或者曾经是俄罗斯联邦政府的领导人 官员 高级行政人员或者董事会的成员 而受到制裁 这份声明将39岁的卡巴耶娃 描述为与普京关系密切 他是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的现任负责人 而这个集团是 亲克里姆林工的 集电视广播和印刷唯一体的媒体帝国 卡巴耶娃也曾经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成员 今年4月份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美国曾经考虑制裁卡巴耶娃 但是鉴于他与普京的关系密切 担心此举会激发紧张的局势 不过 卡巴耶娃此前 已经受到欧盟和英国的制裁 除了卡巴耶娃之外 美国财政部还宣布对俄罗斯其他一些寡头 一家大人钢铁公司及其两家子公司 还有一家被指控从事逃避制裁行动的 金融机构及其总经理进行制裁 看看中国消息 江西省一间友谊院发生命案 中国江西省吉安市安福院一间友谊院发生命案 一名男子 慈械去友谊院行凶杀人 造成三死六伤 犯罪的言言人仍在途 据《终身网》报导说 吉安市安福院星期三10点22分发生一起命案 一个大徒 戴着鸭舌帽和口罩 慈械传统安福院的远程 某间私立友谊院行凶伤人 造成三死六伤 安福院警方通报说 经过偵查 初步锁定犯罪的嫌疑人是48岁的男子刘某辉 安福院遼堂乡人 警方正在全力追捕犯罪的嫌疑人 当地警方和中国媒体 都没有进一步透露疑犯行空的动机 以及死伤者具体情况 暂时不知道死伤者中有多少名是儿童 网络流传的视频中 还有警方仍然抱着受伤的儿童 向救护车狂奔的画面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